炸彈 好了 各位 粉絲團的朋友大家中午午安 今天要跟車友們來分享的車款 是BMW的X5 那這個世代的休旅車 從153、170系列的F15開始 這個算是有踩到近期車室的一個世代 所以現在以台灣新車的掛牌率 休旅車就占了六成左右 所以像這樣中大型的休旅車 也非常受到市場的歡迎 包含有一些雙幣的外匯車款 進來之後配備也比較好 那價格也比較合理 所以就造成市場熱賣的狀況 那這個休旅車 如果以經理自己來說 X5的底盤 說實在話跟BMW經典應該要有的操控 個人來說 我覺得底盤來說 還有一個進步的空間 像是賓士的GL系列 它的底盤操控 其實就會以同期車來說 就會比這個X5的系列還要來得好一些 並不是說這些車款就一定要得改KT 就會比較好 其實不是 因為它先天的一個底盤的設計 就設計的比較沒有那麼BMW 像是經理之前開過的 不論是1910也好 或者是其他BMW的車款 其實它的操控性都相當的不錯 最新的BMW G20 G21這些系列 說實在話 經理做BMC做了大概十幾年來 也還蠻擔心的 因為像那樣的底盤來說 其實說真的還真的不太 不是到那個程度的話 還真的不太需要改裝 那這個世代的F15 它的底盤真的就是需要做一個稍微初步的升級 才會比較偏向像是BMW 應該要有的樣子 或者是它的底盤比較開起來 會比較像是轎車一點點 像這個F15的它的底盤前面的懸吊系統 雖然已經是雙A倍了 可是它的阻尼的設定 還是比較偏向舒適一點點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它的底盤從170 F15 還有X6的系列 171 F16 這四個世代底盤都是共用的 避震器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是做一個X5式的雙A倍的懸吊系統 上座的話KT有附一個新品 那這些X5的系列 其實它原廠也有氣壓式的懸吊系統 氣壓式的懸吊系統 如果到了現在的話 大概也隔了一段時間 所以氣壓系統的話 應該也差不多到了一個泰幻期 所以最近我們這一款車 不論國內國外 銷售的狀況都相當的不錯 這個是 插入式的一個 雙A的懸吊系統 這個在最新款的Q7 大概前一兩個月吧 我們有做一台Q7的 氣壓式的懸吊系統 那個底盤的話跟這個 設計就非常非常 結構就非常相近 一樣是雙A 一樣是插入式的 因為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如果雙A的話 像賓士的話 它是做一個機構 然後散過前面的傳動手 設計上稍微不同 稍微不太一樣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設計 後面的懸吊設計比較特別 因為它後方的話 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 可是它的行程做的不長 它的行程不長 這個裡面應該是有埋彈簧的 所以它的行程會覺得 覺得像這麼長而已 其實不是 它的裡面有埋設一個彈簧 所以它會把 跟1910的前面一樣 會把它的筒身吸附下去 所以它實際的作動的行程 會比這個長一點點 這個是後方的饅頭 那它的上座塔頂 是要沿用原廠的 那個上座塔頂的話 是在後蓋打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 避震器的上方 我們先來看一下 後面裝好的樣子 後面這個是沿用原廠上座 在這裡 要補燈嗎 要好 那我來拿 你的燈借我一下 謝謝 來這個 上座在這裡 上座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塔頂 那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從這裡就能調整軟硬度 這個是後方 後方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10公斤的彈簧 來我們看另外一邊 這邊還沒有裝上去 它有一個大孔 那一個就是要放後面上座 後方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邊 後面已經裝好的樣子 它的避震器其實比較靠近內側 所以它的桶身整體的長度 會比較短一點點 會比較短一點點 那這一台車 現在輪胎是拆下來 是這裡 枝壁 下枝壁 彈簧下枝壁 跟上部的這裡距離 大概目測 目測的話 大概有9公分 10公分左右 好 那我們如果 這台車有很多的車友 想要降車高的話 這個點 這裡也算是一個緩衝的橡皮 這個距離 當車高降低之後 這裡的幅度會變少 那以我的經驗 這台車 如果以像這樣20吋的 正常的規格 315 35 20的 如果 輪胎的上緣 到這個S版 差不多剩5公分左右 就有一點危險 直的危險 並不是駕駛的危險 是在行駛的時候 如果後方坐滿載 再加上行李有 再重量比較重 又遇到比較大幅度的坑洞 這個 這個點 下直幣的這個點 就有可能跟他車底裡面 做一個敲擊的狀況 那這個敲擊的狀況 就會有客人 車或者是車主 反映說會有觸底的狀況 其實不是觸底 這個行程 配上這個10公斤的彈簧 行程一定夠用 但是這個叫假性觸底 因為他行程都還沒有作動完畢 這個直幣的下滿頭處 就跟車體做一個干涉打架狀況 所以這台車基本上 我比較不建議降低到30幅以下 降低到以下 就會有剛剛上述的狀況 那如果後方都不載人的話 那就不太會有這樣狀況 但基本上這個是一個中大型休旅車 所以後方的話 經常都會有在滿載 甚至是有露營有載重屋的一個狀況 所以會建議後方不要降低於30幅以下 那彈簧的機構 這個是在調整後面的車高的 後面的彈簧我們配200長10公斤 Herokey的話是做在下置的 那下置的話它下方有一個專用的滑溼 但鏡頭戴不到 那一個滑溼的孔徑大小 就剛好合這個車台 是要從下方鎖一顆螺絲上去的 所以這個是後方的結構 那車主的話 原先有反映說後方 如果在家的時候很晃很容易會暈車 所以本來它就已經有加了 藍色這個應該是乘附的吧 Herokey後方的防晴感 有加速防晴感 那KT有一些細節 像是在這個後方的話有油管固定架 油管固定架的話 在這裡也沒有綁什麼束線帶 這個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連油管架的固定位置 都有設計好跟原廠一樣的位置 那我們後來介紹前面的 前面比較簡單 前方的話是這個試蓋 拆裝的時候這個試蓋 需要拆掉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分逆欄這個就是KT所附的上座 一樣從這個地方可以調整軟硬度 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變軟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前方的配重的話 KT是配12公斤 232公斤的彈簧規格 那下部的話 它的結構就是一個雙A的懸吊系統 這裡有一個高度感應器 這裡這個是高度感應器 這個如果是改氣壓 有要降低的時候 這個訊號 就需要用一些特殊的技巧 把它欺騙 才不會有一個高度位置感應異常的狀況 基本上前面比較簡單 前面的車高調整 也比後方單純多了 我們只要把桶身的長度把它拉長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所以車高的調整 從這個地方 這個銀色的托盤這裡 把它懸開之後 調長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這個的話 它的緊度的話 稍微敲緊就可以了 不像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如果前方是麥花城 像第一代的X5 E53 它前方就是麥花城了 它就會負責轉向 那這個托盤的緊度 就要緊一點點 這個是雙A背的懸吊系統 緊度的話 稍微敲緊一下就可以了 它不太會鬆脫 那像雙A背的懸吊系統 有一個地方 為什麼這麼棒的懸吊系統 但是並沒有每一個車廠都使用這樣的懸吊系統 主要是因為它構成雙A背的懸吊系統 它周邊的零件 這些都是鋁合金的 底盤的整個造價成本會比較高 所以現在雙A的懸吊系統 其實是越來越少 像Lasers的IS系列前方還是 那舊的IS200 IS250 它的前後都是雙A背的懸吊系統 它的底盤 像這個也是用鋁合金的紙幣 一整個模具開下來 對原廠製造成本的話 也還蠻高的 那這個紙幣也是一個消耗品 這個紙幣 這裡有一個鐵套不修 這個不修的話 因為它的作動 就是經常在上下作動 所以它的鐵套壽命 如果有裂掉的時候 它的定位 這個有可能會搖晃 搖晃之後它的定位就不準 就有可能會造成痴態的狀況 所以如果里程數到了 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另外還有一點 就是這樣子的懸吊系統 下方的這個支幣的前面的鐵套 如果車友有改煞車的話 經常急踩煞車的話 它對這一支下連桿前方 這個大鐵套的賀重 它工作的環境就會變得比較嚴苛 那這個鐵套的話 有的就會把它換成是M版的 它本來是空心的 M版的話就變成失心 可是行路時候的路桿 會不會變得比較沒有那麼舒服 會比較直接一點點 所以如果有改煞車 那這個支幣前方這個大很大的一個鐵套 也會建議改成實心的 它的壽命會比較長一點點 基本上它的底盤結構會比較複雜 那成本也比較高 所以現在的車廠的話 前面會用雙Abet的懸吊系統 都是啦幾乎都是單價比較高的車款 百萬以上的才有可能會做這樣的設計 OK以上是今天的X5 X5 F15的安裝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